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崔永元真的在家里却不可以自由的说话 那和关在监狱里又有什么分别呢 去年年末 崔永元公开爆料陕西千玉矿权案先判后审 卷宗被盗两年无下落 从那以后 王林庆法官就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 而且随着他事先录制的那几端视频的公开流传 更是增加了外界对千玉矿权案 以及最高法院卷宗失踪一次的关注 在新年的开始 中央政法委 中央纪委等机构 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调查相关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政法委 中纪委介入之后 王林庆法官的处境 不仅没有任何好转 反而变得更糟 彻底的失去了踪影 以此形成对比的是 从崔永元公开指责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带头执法犯法 这位中共的首席大法官 似乎一直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而且还不时的在媒体上亮相 今年1月7日 崔永元在微博上发文 我站在王林庆法官一边 无论对错 永远站他这边 崔永元说这样的话 当然是出于他对王林庆人格上的信任 一个星期之后 1月14日的傍晚 崔永元在文博上贴出自己和王林庆的照片 并写道 像不像亲兄弟 可以一起死 2019年1月14日 崔永元 可以说 从那个时刻 崔永元应该就已经感觉到了 事态的发展 可能和他们此前的预想大不一样 这时 距离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正式调查报告 还有一个多月 此前 外界普遍认为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有可能会落马 这其中 自然有崔永元的言行 给外界造成的印象 联合调查组的成立 外界更以为 周强的落马 指日可待 显然 崔永元很快就发现 事态的走向很不对头 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 崔永元选择在2018年的年末 公开迁移矿权案卷宗丢失一事 他应该是得到了某些信息 认为有很大的可能 可以把周强拉下马 彻底澄清迁移矿权案 然而 事情显然和崔永元 以及外界的想象大不一样 周强纹丝不动 王林青反而到彻底失去了自由 在2月18日 赵法奇再次推出了 王林青实名举报周强的公开信 并说 最高法院王林青法官的命运 牵动着我们的心 因为无论社会多么不堪 只要教育优秀公平 底层就会有上升的希望 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 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 只要法律秉持正义 社会不良现象 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 就是人间炼狱 从赵法奇的这段话中 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绝望和悲凉 很有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 赵法奇已经对王林青未来的命运 有所了解 知道大势已去 才会绝望的说出 人间炼狱这样的话 而且他大概清楚 一旦官方的结论出来 他可能就没有机会 再发出这样的声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敢于说出这样的话 赵法奇也算是勇气可嘉 按照当局的说法 是赵法奇将王林青介绍给了崔永元 至于赵法奇是如何认识的崔永元 当局没有提及 实际上 在崔永元曝光最高法院舞弊仪式中 真正的核心人物应该是赵法奇 是他在王林青的内幕消息和爆料人崔永元之间搭起了桥梁 在千亿矿泉案中赵法奇一路过关斩将 崔永元说 不就是一个叫赵法奇的农民吗 显然 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 以崔永元的阅历 他也不会相信在当今的中国 一个普通的农民 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可以想象 赵法奇背后 也一定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在支持 否则 不仅不可能将多个地方领导拉下马 甚至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住 俗话说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 有人会补习一切代价 甚至铤而走险 千亿矿泉案成为社会上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 毫无疑问和崔永元有关 尽管此前有多个媒体报道过这个案子 但是当时民众的关注程度 还是和今日无法相比 崔永元卷入这场纷争 想来也不会太简单 有媒体说 崔永元被王林青坑惨了 这显然是在侮辱崔永元的智商 也是在替中共当局张目 这些年 王林青对周强不满 甚至举报周强 并没有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 借助崔永元的声望和知名度 王林青的这个举报的影响 立刻被放大了无数倍 不仅普通民众家喻户晓 甚至还惊动了最高当局 反过来说 也是由于王林青掌握的 迁移矿泉案的司法黑幕 那些确凿的证据 也强化了崔永元鼎力支持赵发奇的信心 在源于遍地的时代 也让崔永元认定 迁移矿泉案有可能被纠正 相对于赵发奇的深厚背景和崔永元巨大的民望和知名度 认知最高法院最了解司法黑幕的王林青 实际上是最单纯最担保的 也正是他却承担了最大的风险 成为某些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 政法为主导的那个联合调查组 延然就是比最高法院更权威的更高法院 这个更高法院给出王林青坚守自盗的荒谬结论 虽然愚蠢 但也充满了霸气 拿出这样的结论 显然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首先 由于最高法院丢失卷宗一事 早已经被公开 而且在崔永元的多次质疑之下 最高法院也不得不承认 卷宗确实丢失过 在这种情况下 更高法院只能认定卷宗被盗这个事实 然而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更高法院一开始的侦破方向 就是王林青 而不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显然 联合调查组背后的力量 为了保护周强 也只能出此下策 调查结果公开后 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文章写道 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 人民群众对对权威结论 是高度认可 信服 非常满意的 网上有多处转载此文 题目自改为 最高法 群众对凯西拉案卷宗丢失结论 非常满意 人民法院报选择 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这句话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 他实际上是在告诉外界 王林青坚守自道这个结论 来自党中央 只是 由于更高法院的这个结论 和外界的反应 只有最高法院和司法体系 做了有限的报道 官方的主流媒体 基本上都没有再跟进 眼下 更高法院似乎没有乘胜追击的意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法院报的这篇文章还写到 随着联合调查组结论的出台 纷扰越岳的凯西拉案卷宗丢失 这场纷纭复杂的舆论风波 终于在水乐石出 真相大白之后 画上了句号 这段话是否意味着 关于千亿矿权一事的追查 也就到此为止了呢 如果真是如此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 这是中共当局对民意有所忌惮 具体来说 假如崔永元没有走到 电视认罪那一步 那也绝对和崔永元 在民间的声望无关 而是和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关 从最初崔永元爆料 迁于矿权案 以及郡宗丢失的气势来看 他应该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从联合加速成立的速度来看 中共高层对此事也应该是非常敏感 对此事的严重程度 有充分的估计 更高法院最后以如此粗暴的方式 给出这样一边倒的结论 肯定出乎崔永元和赵发奇的想象 事到如今 崔永元和赵发奇都没有了任何声音 无论他们已经被拘捕 还是在家里被沉默 那都说明 他们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可以说 自从王林青电视认罪之后 民众就开始高度关注 崔永元的处境 实际上 他们也是在看 最高当局会如何收尾 只是 关于当局会如何处置崔永元的情况 国内并没有任何消息 而大多都出现在海外的媒体上 也就在昨天 也就是2月26日 多维网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中国最高法卷宗丢失案落地 崔永元面临何种局面 文章说 崔永元目前的局面也有些复杂 他到底是会被调查 还是不会被调查 有消息指 这取决于王林青 这很关键 第一种 王林青没有告诉崔永元 自己窃卷真相 崔永元被误导 相信有黑幕 那崔永元或免于被调查 第二种 王林青告诉了崔永元 丢卷真相 是他自己坚守自道 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的 或取得某种利益 那崔永元 或将涉嫌违法 如果是前者 那么更多是犯错 如果是后者 那就是违法犯罪了 因此有分析认为 崔永元或许会出来 认错道歉 这也是他最好的选择 中共的喉舌多维网 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文章 显然是在对外放风 为他们处置崔永元 做试探 可以肯定 崔永元是否被调查 绝对和王林青无关 而取决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 另外 王林青一开始 自己都未必知道 需要自己坚守自道 他怎么可能告诉崔永元 这样的真相呢 可以说 需要让崔永元犯错 还是犯罪 完全依靠最高当局的政治决断 和事实无关 更与王林青无关 但是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 不容忽视 或许这个事情 就是以崔永元的一篇道歉文章 而做最后的了结 假如真是如此 那崔永元的仪式英明 也就毁于一旦 反过来说 中共当局将愚蠢进行到底 把王林青抓进监狱后 真的再把崔永元也抓进监狱 那反而倒是成全了崔永元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äs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